雪梨没闹熬过双十二 不到一个月时间 淘宝第三大带货主播雪梨 已在全网销声匿迹 双十二购物大促如期而至时 有网友却发现 网红主播雪梨和林珊珊的淘宝店铺 在淘宝平台上消失了 一位网友发布微博称 在12月11日 雪梨店铺内的商品还能正常加购 但到了12月12日 用户加入购物车的商品中 却显示卖家账号出错 随后雪梨旗下多个公司遭到注销 雪梨公司不为员工缴纳社保等话题 多次引发热议 随着此次淘宝店铺的关停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 雪梨想要东山再起 几乎已经没有可能 据乌乌司官网介绍 在2020年双十一期间 陈藩店商总GMV超31亿元 其旗下雪梨的女装品牌 G位列陶系女装品类销售Top1 这也是淘宝红人店在双十一大促的业绩 首次超过优衣库 另一方面 雪梨等违法行为带来的后果 给直播行业带来的震慑作用 这说明 网络主播 尤其是头部主播 更需要遵纪手法 做出正向的榜样 MCN机构则需要思考 如何做好产品和服务 明确投机取巧的代价 严格规范化管理 深圳市斯奇胜公司CEO吴戴琪表示 但现在淘宝平台上已经很难再培养出 千万粉丝级别的网红了 这一方面是由于淘宝本身流量下降 竞争激烈 些人很难获得流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更多的电商平台兴起 消费者的兴趣阵地也在向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转移